继续我们来关系的事 那么这是王武庆的长子王文阳 最近呢因为揭露父亲身后遗产声明大造 但是其实充满企图心的他还多了一个身份 您恐怕不知道 今年四月份他已经悄悄成为了 前总统李登辉所创立的台宗院的董事 也成为李登辉台宗院的新金主 其实王文阳在整个争产的过程当中 也一度把前总统李登辉给扯了进来 凸显他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今年四月份呢 当时李登辉清点前新闻局长黄辉珍 来接下台中院董事长之后 黄辉珍立刻邀请王文阳担任董事 当然也准备呢 把台中院转型为一个财经智库 那么王文阳他对于政治对于财经充满热忱 也曾经大方说 他有意要资助台中院相关经费 那么继续发挥对台湾的影响力